以前一個節目叫聽歌學英文 記得 港台的聽歌學英文 我後來就在三個節目的心 用了聽歌學追女 好像是 第一集 I just called to say I love you 怎樣在電話哄女生呢 聽歌學英文這麼大 台灣有個男人看電視學詐騙 其實真的很奇怪 在哪裡 台灣 我又不可以說他不聰明 因為他自小就小學畢業 不太懂英文 但他可以騙到億萬富豪石 五千多萬港元 還用很多法律文件 什麼銀行的文件等等 是他自己寫的 就是他自己 全部一輩子搞出來去騙人錢 他看什麼電視節目 他又沒有說 有些這樣的電視節目 為什麼我沒看過 他就說他只在電視學回來 因為他已經拘捕了 所以有人審問他 他說我詐騙手法 是在電視劇學回來的 他說他自己只有小學畢業 不懂英文 不知道瑞銀集團是哪間銀行 他也是猜猜猜猜 騙錢 五千多萬 過程是怎樣 他自稱是世界國安基金會的管理人 他就接觸了一個富商 他說我這個基金會 曾經協助孫中山先生創建民國 還有我 當時我也在場 他說 當時我也在場 然後給他照片看的 那些 那些 難道我跟他吃過飯又跟你說 我真的見過 我真的見過 他說他有千億美元的基金管理權 還出現一些偽造的英文銀行的文件 包括香港匯豐銀行 英國倫敦總行銀行 一千億美元的存款證明 他自己弄的 一千億美元是別人的國庫 那些價錢 一千億美元 一千億美元 是別人的國庫的價錢 一千億美元 是透過Email給他的對象 我想他當面 不是 WhatsApp 還有瑞士銀行 蘇黎世總行970億美元的存款證明 全部都是他任他作 他說 只要你拿出資金疏通基金委員 再加上29億港元的擔保 就可以獲得帳戶的有權 可以操作投資110億港元 負商信以為真 就給了5100萬港元 但後來結局一直都沒有做事 後來他再看 以這些文件 英文錯漏百出的 I is 不是 I am 舉個例子 他給了錢 之後發覺 這麼久都不回覆我的 然後又消失了 I live on Taiwan 對 I live on Taiwan 一定是這些錯了 I is a man 為什麼那麼多東西錯 報警 才抓了這個人 其實我不太懂英文 我也不知道什麼叫做瑞瑾銀行 都是作的 都是快必那個系列 人蠢侮辱衣 是的 這個系列是世界一大的騙案系列 沒有這種人 這個系列是不成立的 對嗎 就是在騙案當中的受害者需要負上多少百分之幾的責任 這也是一個學術研究的題目 都是的 你想想是不是 對的 如果你要去claim 抓到人了 你要去claim他 不是等於你可以取回他 你要跌的 因為你要為自己的愚蠢負責 而且很多時候被騙 因為他貪心 他覺得我扔了這塊錢之後 我可以更大塊錢 貪加蠢 整件事就成立了這些案件 對不對 對 那條方法是這樣的 貪蠢欺騙 三個字 沒有人會同情這個 很難 尤其是當你可以拿出五千幾萬港幣 對的教訓 對 教學費 教學費也有錢 因為教訓是沒有定價的 有便宜有貴 但是拿到五千幾萬 為什麼這麼容易相信一個人 你在街上他問你借五百元 你也不相信他 有錢並不等於證明 這個世界是真的 街上如果借五百元 算就算 我當你不要還 五百元你都會想一下 我回五千幾萬 就會相信 沒有 越有錢的人才會 越相信這個世界的錢 可以這麼輕易得到回來 如果你有一千億美金 你還會來 叫我給幾千萬元 幾千萬元去投資 你已經很有錢了 展文嚴多 而且我們永遠不會 我們永遠不會 想到 當他們有這樣的銀碼的時候 他們怎樣去花錢 放去投資 還是放去用在什麼地方 跌這塊錢出來的感覺 可能跌這五千多萬的感覺 是等於我們跌五百元 對 這是價值的問題 而我們跌五百元 我們都會 哎呀 他們說五千幾萬都沒有 我跌五十萬都會 而且我經常覺得 有錢人的錢去到某些地步 其實對他真的沒有什麼分別 他都是這樣吃飯 都是這樣睡著床 你看那個戶口好像沒有動過 對啊 沒有分別 對於我們來說 就是五千幾萬 不要說跌 我們跌都沒跌過 跌都沒跌過 跌都沒跌過 但是有些世界就是這樣 我也有幻想 如果我是一個非常有錢的人 那些錢會怎麼花呢 會不會花下去這宗新聞這樣呢 我覺得我可能會 是 我不知道它叫SpaceX 還是SpaceX 上太空 旅人旅行 是 這是一個有錢人去成立的 是不是日本的有錢人 那個 還是Tesla Tes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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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了SpaceX 你現在是同一個新聞 不過是兩個不同的人 成立了這宗新聞 這個SpaceX 在剛剛的星期一 就宣佈了 哪一個將會成為他們 第一位月球旅客 因為他們做這個計劃 做了很久 這個project搞了很久 就是太空旅行 其實不單止他的 那個 Richard Branson 是的 Richard Branson Virginia 他們也是在研製 除了Richard Branson 還有另外一個叫做 Jeff Bezos Jeff Bezos的 亞馬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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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尾都是太空旅行 不過有些分別 這個SpaceX 那個就是月球旅行 即是他由地球出發 在月球那邊橫一個圈 大概那個圈就玩你四五天 然後再繞回地球 走那個圈都四五天 對 一個禮拜每次橫一個圈 我想全程差不多 但是如果你說 剛才我們說的 Richard Branson 應該是他用火箭飛一飛你上去 即日就回到 那你就叫上太空 見過外太空是怎樣的 剛剛SpaceX就在週一宣布了 哪一個會成為這個月球旅客的 第一個乘客 就是日本的一個億萬富翁 叫做錢澤友作 他是搞什麼 他是搞時裝的網購 他有千多億港幣身家 千多億港幣身家 他就試過用八億去買過一幅畫 而今次 因為大家最想想 其中一個最想知道的問題 究竟你用多少錢 去搞定這壇月球旅程 他好像沒有說 日本富翁用多少錢去買呢 去買這個月球旅程 他包了 他包了 因為他會請其他 他覺得是很好的藝術家 所以拿靈感 但是我們現在猜 因為他曾經用過八億港幣去買過一幅畫 那些人就用這個價位 去跟他說 是不是要用這麼多錢 去買這個經驗 多過這次很多 多過八億很多 而這個錢 對於Spaces來說 他們都說了 是可以大大支持到 成立這次的project 你想想那個錢 我猜 你這樣說 這樣的口吻 我想怎樣都四五十億 至少我猜 我甚至猜應該是100億 過百億 我也是過百億 我就當他100億 這個人145億的身家 就等於他拿了十四五分之一的身家 但是坦白說 如果我的十四五分之一的身家 我拿出來 首先做不到什麼 其實對他來說沒有意思 對他來說 對我們來說可能是影響生計的 對他來說是沒有分別的 對他來說是沒有分別的 他不是只有那千多億 他會繼續增長 對 他還會繼續增長 我對他來說 都不是純粹一個experience 都是一個長遠發展的另外一種生意 你想想他可以得到的有多少 他成為了走過不是太空人的月球旅客 平民上太空 如果回來做任何的project 是去賺錢的 都可以建基於這一次的experience 他就是歷史的第一人 我反而去想 因為他有錢 他自然是有能力 他會請哪些人呢 我昨天看這個新聞 他有不同的界別 什麼不同的藝術家 對不同的藝術家 誰被他邀請到呢 有沒有請那個語言藝術家 梁振英會上去呢 會不會 然後彈他出去做太空垃圾呢 不是 因為他是請人 我不是請狗 他也是藝術家 語言藝術家 都是藝術家 林鄭月娥 他的藝術家不是企人鞭的 他寫的 如果他寫企人鞭 我懷疑 玩字 吃了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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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說的是尖沙咀入柚 如果我不可以收信 小心 那個梁振 梁振 不是梁振 梁小姐 我們只是說梁小姐 梁振小姐 英姐 他也是英姐 他也是語言藝術家 他本身是一位語言藝術家 我怕別人誤會 很麻煩 阿哥的人 浪費了錢又中籌 我們爛什麼 你給我一封信 我也是說你死 那些人扔到垃圾桶 律師信 但是 如果 其實很多界別都可以有頂尖賺很多錢 但是 一般我們這些草價市民 就覺得 賺錢多除了商家明星 明星我賺很多錢 尤其如果你不是在香港做的 你在中國 那些多人的地方 英國 美國 那些最多 美國 是的 迪卡比奧 他是第一批上去的乘客 他報了名字 和Justin Bieber 他報名字 他報名字 即是讓那個人選擇 是的 讓他選擇 即是讓日本人選擇 因為你有座塔 你不能坐幾百人 是的 他報了名字 但他不是報剛才那個月球旅程 他就報Richard Branson 就是 衛珍航空那個 坐那顆火箭 彈你上去 然後到時都會 離開轉 下來 一天結 一天來回 好像我們澳門一樣 你猜多少錢 他都要付錢 報名也要付錢 未必 報名也要付錢 報名也要付錢 我猜100萬 港幣嗎 是 100萬港幣 你呢 港幣100萬 我猜250萬 你倆都不可以說遠 不可以說近 差不多 總共是25萬美金 即是大概190萬港幣 即是大概200萬港幣 200萬港幣 對他來說 沒什麼事 拗癢都很重要 但如果選不到他 抽不到他 那怎麼辦 沒得退款 應該沒有吧 我不知道 等於資助整個太空的project 這個都是半線 創造人類文明的推展 這件事厲害就是厲害 喂 你安納道迪卡比奧 我不用付錢 我只是個名字肯參與你 你也厲害 你也賺 你給我錢 但現在厲害就是 我也要給錢留 就是這樣 所以我會想 如果我有這樣的身家 其實我也想試 太空 但我不會做第一批 我不會第一批買iPhone 我覺得好像玩過山車會暈浪 暈浪不會先死 暈浪不會先死 你看他會不會先死 很舒服 你在月球可能會先死 我也有這樣想 你也有這樣想 就是危險 我也覺得有點危險 還有剛才名字改得不好 你拿回那張圖出來 好像TRAGEGATORY 即是卑鄙 TRAGEGATORY 即是災難 即是Space TraGEGA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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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件事 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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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信邪的時候什麼都像 LUNA TRAGEGATORY LUNA LUNA LUNA就是月球 LUNA就是月球 我也覺得很厲害 如果你說 我不管身家 我當我是有資格 我都不會是第一批 其實Ben 我想起 這個當然好 人類的歷史 是一個MILESTONE 但我回去想 現在在付錢 你真是最後一顆飛上去 有些給了錢 你不知道這些錢 是否會有用 留下頭 留下身 說著死屍 那些更厲害 那些人永遠在付錢 付錢 說著那條屍 將來如果是幾年之後 可能醒了 那些更可怕 假設 又是有這樣的身家 你會不會嘗試去做 留下 當然會 都會嘗試去做 如果有那個錢 舊的電腦 你十年後 插回還有那些記憶 即是他現在把你 iCloud 真的這樣 他下載了iCloud 你 之後 到某年某月 這些新的不像粗口 但iCloud iCloud了你 現在是新的 港管局捉不到 iCloud了你全家 那是真的 iCloud你全家 iCloud你全家 這麼厲害 你爸爸 你全家 早幾天 七七七都iCloud你全港 iCloud我們全家 他沒有iCloud你學生 你找他出氣 他不介意的 所以他不會出信 他不想我不嚇他 我反而覺得 如果你處理舊的身體 倒不如把所有的想法 整個腦子 放進一個新的身體 我剛剛看了一部電影 那部電影叫做Selfless 就是 Ryan Reynolds 知道是誰嗎 Deadpool的 死士那個 是做男主角的 就是講一個有錢人 活期癌症 然後有一個機構 做了一件事 就是可以把你的思維 腦袋 轉到另一個人 舊氣 舊氣 舊氣了你現在有病的身軀 把你放進一個健康 而且年輕的身軀 多快樂 又溝女又成為生命 開頭而已 後來就很不開心 因為不停在舊回憶 閃出來 因為他有兩個意識 他的身體的意識 其實就是普普通通 但他也有碰過一些 所謂的道德 應不應該這樣做呢 譬如我代你去新新區 但新新區本身的身份如何呢 那新新區本身 他旁邊的愛他的人又如何呢 他也有個網絡 他也有他人生和歷史 如果我釘了 你現在把肥康的腦袋放進我那裡 但肥康是有錢腦 你是沒有錢腦 因為沒有錢腦的身體 是不值租的 有錢腦可以老死 但他的腦是不可以死 就是這樣 他還可以用我天生意品的地方去玩 去玩女 然後你想想 如果有一天 在街上 譬如我家人見到我 我妹妹見到 這個不是我 失蹤了哥哥 那怎麼辦 失蹤就是套戲他的安排 但如果將來 不是套戲安排他死了 是不是 打仗 是軍人 很有錢的人 可以買一些死了的人 譬如那人已經死了 你買了一條絲 那就是你的 那就是我死了哥哥 那怎麼辦 這部電影是還沒死的 你是賣了自己的 那個人 有錢人買了一個身軌 他沒有去 也沒有人告訴他 究竟你的身軌 是如何得回來的 後來就去找 才發現很多東西 譬如剛才說 帶體老師 我死了 我捐了我的身軌 譬如窮人家 死了 賣了他 反正都是撞的 賣了他 拿回100萬 這部電影是因為主角的女兒 需要一筆錢去治療 所以才賣掉自己的身軌 給他有錢人 這些事情 但你不知道 科技 你真的想不到他的去向 去到怎樣 其實所謂的血管病 你有空去看那些 Facebook 不知見還是流的那些片 他說到現在是很輕輕 就不知放一顆很小的機械 那顆機械就會跟著你的血管走 然後幫你通了所有血管 就是這樣 很簡單 就是不用時修數通波仔 就是這樣打一顆米進去 那顆米是走魂全國 新的血管 就是類似那些納米科技 但是它是一種機械東西 那你的機械東西 去到某個位置 當然你在外面 就會有個鏡頭 看到它去到那個血管 那裡塞 然後新的東西出來 幫你 就通了血管 很簡單的 看那些片 真的 還有一些微創的厲害 很快地搞定 你想想這些科技 已經是一些 似乎你看下去 是很合理地可以實行的 更是黃論 剛才我們說的 是假以時日可以發生的 真的可能的 到時候人就不會死 或者死了之後會再犯生 因為其實將你整個思維 其實人怎麼存在 我才顧我才 因為我在想著 所以我就存在 如果你將你的思維 去到一個身體 你就會在樹上 梁教授 我們有個肥的同事 他完全沒有思考 為什麼他都存在 因為還沒進去 我們說進去之後 他在腦裡 他帶漏了 他出生的時候 帶漏了他的思維 他已經整天放東西到自己 我昨天看到他 把何太太所有拿來 都放進自己 我覺得食物 入錯位 應該入到腦 他入了身體 對呀 老兄弟 他現在不是很快 來了 他現在不是很快 你怎麼說 我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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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說